新兼高教界選委的港大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 早前建議非建制選委用提名換取特首參選人承諾 撤銷對四名立法會議員的司法覆核被批評是賣票 戴耀廷認為選民向參選人提出政治訴求 在任何選舉都是合理 我想在任何選舉都是這樣 立法會選舉也是這樣 我相信區議會選舉也是這樣 同樣的行政選舉也是這樣 而主要的問題就是你提出來的政治訴求是否合理 我想這一點上可能大家有不同的意見 我未必會提出這樣的政治訴求 但我想是提出政治訴求 希望候選人去認同支持 然後他會去進行投票 我想這個是一個選舉裏面 一個很合理的做法 不過有建制派議員批評戴耀廷 破壞特首選舉的公正性 法律上不能夠接受 考慮向廉署投訴 你是要求政府最高的首長 就是行政長官用公權力 是未來的 未來的promise都是一個promise 都是一個利益的交換一種 不要說現在我這樣跟你交換了 這件事可能是三個月之後才發生 在法律上它一樣是重的 是完全符合到第二條的定義 其實不只是選舉 武蔽及非法行為條例 剛才我們還有提到 妨礙司法公正和藐視法庭 甚至有機會串謀 所以其實應該幾個部門 都會有機會受理一些投訴 法律界議員郭榮鏗不同意建制派的看法 他是用一個司法覆核的程序 所以也應該不會有一個 要有證人比口供的情況出現 所以我看不到為什麼 純粹有選民去提出 對於下一屆行政長官的訴求 是會構成一個藐視法庭 或者妨礙司法公正的一個現象出現 但他也不認同以選委提名換取特首參選人 承諾撤銷對四名立法會議員的司法覆核 香港電台記者受接榮報導